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相關的貸款的事宜 都可以順利的進行 原住民不斷通過抗爭 不管付出代價 甚至流血的過程 要到你們本來該有的東西 只是這樣 我們不要相信政府的一個東西 把大家的努力 變成他們的恩惠 在重建 還沒有完成之前 我們是絕對不放棄 我們還是一樣會站在街頭 還是一樣跟生應團體 走在一起 今天雖然很高興看到大家 可以跟國有財產局簽約 然後自己來迎建社會住宅 但是我們看到滑光案例裡面是 人民沒有跟國家協商的機會 反破千 反破千 附家園 附家園 反破千 附家園 附家園 急速遵命 抗爭到底 抗爭到底 就像剛剛航空 2015年 1月20號的今天 是三應部落 突破基礎正義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日子 裡面簽約內容裡面有一個部分是屬於三應部落最感到慶幸的地方 他一次的成租是20年 所以 已經相當給三應部落的一個保障 然後當然在這 另外還有一點就是每一個月的租金也大概僅僅只有600多塊的一個租金 因為這是每一個人都可以接受的一個方式 當然今天這個日子 並不會說感到很高興很欣慰 因為我們很清楚的知道 後續我們還有更多的一個工作 後續還有很多的要溝通的一個地方 包括在我們重建過程中的一個跟銀行之間的貸款 以及在我們重建過程中營造的一個施工方式 以及往後三應部落的一個居住管理上的一個前者 當然都要在 當然都希望新北市政府在他們資源充分的情況之下 能夠跟部落再進行最後的一個協商 更要說明清楚往後的一個前者的一個 跟部落之間的一個關係 歷史上的一個首例 從來沒有一個違建部 能夠突破這樣的一個形式 三應部落能走到今天 並不是我們自己的努力 而是靠很多攝影團體的一個支持 那我覺得那個反應一個六年前的那個時候 誰相信住在河邊被拆遷那麼多次的原住民 今天可以走到這一步 竟然可以叫國家地頭 竟然把東西弄給你 雖然你們現在進入另外一個階段 可是要倒數六年前這個六年來的這個東西 你們是值得的 而且你們的是 真的是鼓舞到社會很多人 這個過程裡面 爭取到簽這一個約 付出了什麼 我們爭取到什麼 第一 河岸部落人的平反 過程裡面 怎樣 對抗社會的污名化 對抗社會對於 愛美族都市原住民的歧視 是不是這一關都走過來了 不然你們以前剃頭在剃什麼 那所以三應部落其實某個程度 他代表一個示範性的案例 這樣的做法 對政府 對台灣的民間 都是一個示範性的案例 說政府可以用一個比較好的方式 用一個合覆居住權的方式 用一個在目前現行制度裡面 是可行的 做得到的方式 來解決大家的居住問題 來保障大家的居住權 而不是用剛剛像華光的例子 用告的 或者是航空車的例子 就用區段徵收來破簽的例子等等 事實上是可以有好的解決方式 所以我覺得三應這樣的模式 我覺得走到這裡 真的是非常的難得 可以透過三應的成功經驗 然後我們到時候來變成一個 制度化的東西 來要求所有的中央政府 跟地方政府 應該用一個這樣 符合居住權 也符合相關法令的做法 來好好的解決 大家的問題 大家說對不對 會 之前政府是跟我們說 有407戶要拆 然後現在他們有更改說 323戶 那其實是真正幾戶 我們也搞不清楚 因為他們的數據一變再變 政府要徵收的是三千多公頃 那影響的戶數其實是三萬六千人 這是全台灣有史以來 最大的一個徵收案 我剛剛聽主持人說 之前是其他聲援團體給你們信心 我今天在這裡也要告訴你們 就是很謝謝你們今天來到這裡 給我們一點點信心 就是如果我們的政府願意 積極地為居住的正義 賣出是具體的作為的話 我們也期待這個政府對於居住的不正義可以卻步 可以再想一想 不要主動地去拆掉人家的家 去搶別人家的田 今天雖然很高興看到 大家可以跟國有參賽局簽約 然後自己來迎見社會住宅 但是我們看到滑光案例裡面是 人民沒有跟國家協商的機會 國家告人民 要人民把土地還給國家 卻不思考國家自己沒有提供住宅 讓這麼多弱勢必須住在國家的土地上面 這個原因是誰造成的 我們的對象也是國有參賽局 可是滑光的處境跟大家現在不一樣 為什麼呢 國有參賽局在全台灣叫三千多個機關 去告他土地上的人民 要把這些人趕走 拿來炒地皮 那台大的紹興社區是一個案例 保護部的滑光社區就是另外一個炒地皮 他們要把這塊地賣四五百億的案例 那今天不只要離開 滑光的居民 或者是全台灣很多相似的案例的居民 他們必須賠給國家數十萬到數百萬不等的金額 那我舉一個我們社區裡面 金華街的例子 他必須賠國家含利息超過七百萬 他們家一輩子做黑手的錢 賺了一輩子 全家所有人合起來的積蓄就一次這樣被搶光了 那這就是我們的國家 為了要收他的土地 拿來賣給財團 所以把所有的人民趕盡殺絕 那今天光在台北市像華光這樣子的案例 就至少還有六千間 一萬一千戶 全台灣還有兩萬三千間 那這個是多少人都還有這種被破欠的壓力 那更不用提 我剛剛講的這個統計數字 是不包含很多像三億一樣 自己在都市裡面打拼 蓋家園的都市原住民的聚落 所以我今天在這邊呼籲大家 我們應該要團結起來 雖然很多案例有一個好的結果 但是我們這條路 反破欠的路還是要繼續走下去 因為草地皮越草越兇 破欠只會越來越嚴重 需要大家更團結 一棟房子 最少都要三千萬 八百萬以上 甚至到一億的一個房貸 二十年三十年 這樣的時間絕對是不夠 但是三英部落 去改變這樣的一個歷史 只要政府能夠很認真的去 用力的去思考這樣的一個問題 絕對是可以解決 居住上的一個爭議 絕對是可以解決到 更多反破欠 得必須要先安置 這樣的一個過程 全國的無敵者 勇敢地爭出來 為了我們的生命 不怕人可犧牲 反破欠 合併的 我的同志們 非要明天的勝利 事時戰鬥到底 殺殺 千國聖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